中国国台办官网再度发布惩戒台独专区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凡也再度入列 消息一出不少抹黑言论跟着接踵而来 网友以林飞凡居然召记为题发文 听完附上对话记录 只称林飞凡之前召记还被抓进警察局 相关不实言论还包括她的薪资比部长还要高 对于谣言抹黑 林飞凡八号晚间也在社群媒体为自己发声 表示针对相关言论已经报案处理 强调绝对不姑息假讯息攻击 陈建名单出炉引发网友们热议 抹黑造谣言论更是来得又急又快 选择粉丝数众多的报戏公社弹指发消息 相较过去官媒发布 能更快速的达成认知作战 中国认知作战打得火热 甚至渗透到台湾人常用的社群网站里 目前相关不实言论都已经下架 林飞凡提告妨碍名誉 捍卫自身清白 对于不实言论绝对追根究底 3D新闻众多报导